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前新竹县年仅21岁的消防员林永轩在参与达获任务中不幸身亡,不料却被消防署定义为因公死亡而非因公殉职,引发众怒。 网友在PTT上指称高层车祸死亡,甚至练华龙舟时休克身亡都被认定为因公殉职,相反的基层不论是揪人衰死遭密封是死都只算是因公死亡。 有网友表示,官的命是人命,基层的命。 日前消防署遭披露的公文著名林永轩因公死亡,用词并非殉职,引发基层消防员哗然。 乡民认为依照公务人员抚恤法,因公死亡与殉职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抚恤金,殉职最高可领到约2000万元,如果被认定是因公死亡,顶多只有约1400万元。 乡民只称,殉职需符合执勤职务时已有危难事故发生,执勤职务现场是高度可能死亡环境,以及明知有生命危险人分不顾身等三要件,如果只是在执勤职务时丧生而没有符合三要件,都仅属因公死亡。 不过,有乡民质疑,看似严格的判定条件,却出现了服务处副组长练习华龙舟休克死亡,以及正峰市主任,处外办公发生车祸意外身亡都被判定成是因公殉职。 正峰市主任,服务处副组长因公死亡才能叫因公殉职,基层队员跟小队长因公死亡,就真的只是因公死亡。 发文的湘宁表示,台湾仅有14000名消防员,不过14年来却折损了43元,文章留言中还计讽政府根本是已知等判定殉职标准,甚至有湘宁说以后都不要冲了,根本浪费生命。